嗨,大家好,我是李千雪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吧 这个呢,可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呀,去前世老婆找上门这本书里啊 给家荣,呃,是给李辉啊,找老婆去了 大家快来听听,我这月老当得怎么样吧 一千八百一十二集 郝部长,到了 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使不得,使不得 林语见状面色大变,急忙冲上来扶着郝宁远和斗仲庸 斗仲庸则满脸动容地感慨道 家荣啊,这是应该的 你受得起我们千百次鞠躬 这一次扛住了中医这感差点倒下的大旗 拯救我中医于危难之际 实乃我中医之姓,祖上之姓啊 家荣,我们判了这么久,终于把你判回来了 郝宁远也一把握住林语的手神经动容不已 眼中泪水更盛 他想要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摇摇头叹口气 这一趟,你受苦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在我没有给你们丢人,也没有给祖宗丢人 郝宁远点着头,用力地拍拍林语的手 郝宁远,怎么安排了这么大的排场啊 林语画风一转笑着问 又是礼乐,又是通道大厅清场 所有安排都着实有些大了 郝宁远则是急忙摇头 不大不大 因为这里是机场,所以没敢把动静闹大 再说,这不是我要求这么做的 是上面的意思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中不由多了几次居傲 能让上面亲自下令吩咐筹办欢迎仪式 据他所知,迄今为止只有林语和向南天二人 上面的意思,林语不由有些意外 想到自己当初差点被上面派军情处的人给抓的情形 笑着说道 那您可要替我好好地谢谢上面啊 哎呀,谢什么呀 上面还让我谢谢你呢 若不是临时有紧急会议 上次嚷嚷着要抓你的领导 这次还要亲自来接你呢 亲自来接我 林语文生都不由有一些意外 这么大的领导竟然要主动来接自己 郝宁远兴致勃勃地冲他说道 是啊,你这次不只是帮了中医的大忙啊 还为我们国家公军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呢 还记得上次那块油田合作的事情吗 林语笑着点点头 他当然记得 就是因为这块油田他才差点被抓的 昨天阿卜勒便亲自给上面打来电话 表示了感谢 同时已经许诺无偿地将那块油田捐赠给我们国家呀 那可是一块储存量巨大的油田呢 上面的人听到这个消息 全都给高兴坏了 对你啊,是赞不绝口啊 要我说,别说亲自来接你了 就是在大会堂宴请你一番 也毫不为过 郝部长,你说笑了 能为国家尽分力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也是我何家荣的荣幸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 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越过马路朝这边走了过来 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 干什么的 这里不许借 外侧的卫兵立马上前拦住了这帮人 郝部长,这不是已经坐过院了吗 干嘛还有一帮人过来啊 林语无奈地笑了笑 这又是锣又是鼓又敲又打的 跟杂耍队一样 我没找过呀 郝宁远面色一变 望着眼前这群人疑惑地说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啊 不认识 林语闻声不由有一些意外 仰着头朝这帮人 望了一眼 站住 说了这里不让进 马上离开 外面的卫兵见这帮人 还要往前走 立声冲这帮人呵斥起来 人群立马大声地叫嚷 我们找何先生 我们是一见何先生的 任我们叫何先生啊 找你的 郝宁远有一些纳闷冲林语问道 你认识他们吗 家荣 不认识 林语扫了一眼这人群 感觉面孔都十分地陌生 但是瞥见人群当前 一个白胡子老头之后 他的脸陡然间一变 神色瞬间灰暗了下来 冷声说道 我知道他们是谁了 这就算不认识别人 也得认识这白胡子老头 因为这白胡子老头 就是当初当着他的面 火烧回生堂牌匾的那个老头 而这帮人毫无疑问就是 当初砸他医馆的那帮海外 中医从业者 想当初这帮人当着他的面 把回生堂砸了个稀巴烂 将回生堂的牌匾稍微挥劲 他的心中痛楚 便瞬间排山倒海地洗过来 真没想到这帮人此时 还有脸来见他 这帮人 好像是海外的那批中医从业者吧 斗仲庸伸着脖子往外看了一眼 似乎也已经认出了这帮人 妈的 这帮混蛋 还有脸过来啊 百人徒则是拳头一捏的戈巴作响 当初那帮人打砸回城堂的时候 他没有在场 但是光听立阵声讲述 他就怒不可遏了 如果他要是在场的话 非得把这帮人疲拔了不可 哼 真是厚颜无耻 好宁愿也是冷哼一声 对于林雨医馆被砸这件事情 他当然也知情 脸色一沉 冲外面的卫兵冷声说道 赶紧把他们赶走 何先生 不想看到他们了 外面的卫兵拦住了 试图冲进来的人群冷声说着 喂 走 赶紧走 再不走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何先生 何先生 求求您见我们一面吧 人群中那名白胡子老者 伸着脖子 从卫兵之间的尖缝里面 往里张望着 满脸惩妾地望着林雨 声音中夹杂着一丝哭腔 大喊道 何先生 我们知错了 当初带他们砸你店的人是我 粉烧你排便的也是我 都是老头子我一时糊涂 求您看在皆是炎黄子孙 又都是忠一后辈的份上 原谅我一次吧 我老头子给您跪下了 话音一落 他立马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带着哭音 高声说道 老头子 我给你谢罪了 看到这一幕林雨的心 顿时咯噔颤颤了一下 虽然这白胡子老头 当初的所作所为 着实可恶 但是现如今 看到一个如此年迈的老人 对着自己下跪 他心头多少有些不忍 何先生 我们吃错了 您打人大量 就原谅我们一次吧 白胡子老头身后的众人 也齐齐地冲林雨高声赔罪 接着纷纷跪下 甚至还有人磕起了头 连白胡子老头都跪了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不跪 外围的一众卫兵 看到这一幕顿时也愣住了 面面相去 他们有一些不知所措 敢也不是 不敢也不是 他们见过一言不合 就硬闯硬闹的 但从未见过一言不合 就磕头下跪的 林雨看到这一幕 心头同样动容不已 他紧紧地攥着拳头 接着叹口气 虽然这帮人 打砸衣馆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如今想来 让林雨都愤怒不已 但是这一跪 也足以谢罪了 再者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同样 是中医呀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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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